第一章 小鸡鸡有样否 叶末 叶末 你没事吧 快点起来啊 马上要上课了 这节课是无情兵的 你赶紧起来 一个有些急的声音 在叶末的耳边响起 叶末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这个白痴 估计没脸见人了 将脸盖起来呢 又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不过叶末这下却醒了过来 叶末有些茫然地看了看四周 没有一个人认识 全是陌生的面孔 见到叶末茫然的样子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传来 很明显 这里的笑声 都是对他发出来的 见周围大笑的人 似乎正在嘲笑他 一时他也不敢出声询问 只能暗自戒备着 防止有人对他下手 看了看坐在自己旁边的那位同学 似乎只有他没有嘲笑自己 刚才还是他好心推自己醒来的 我这是在哪里 你是谁 怎么像一个学堂 叶末有些惊诧地下意识问道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传来 叶末 我看你是气糊涂了 燕燕也是可以随便写情书的吗 你在叶家还好 现在你已经不是叶家的人了 以后小心点 夏杰克是英语老师云冰的 你千万不要被他抓住了 同桌小心地在叶末耳边说道 声音小的 只有叶末一个人才可以听见 可见他也很担心 我真的不大记得了 刚才头痛得厉害 忘了很多的东西 叶末有些无奈地说道 同桌叹了口气 当然不相信叶末这么一会就不记得了 只是爱面子而已 他还没有认清现实 他已经不是叶家的叶末了 叶末的头一阵阵的疼痛 他记得自己和师父落影 再练制回元丹 后来西流门的那群杂毛就打了过来 再后来就是爆炸声和各种厮杀声 记得后面师父抱着自己 用了一张盾符 可是自己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 这里还是落跃大路吗 对了 自己现在在这里坐着 师父呢 师父只是比他大了三岁而已 更何况西流门之所以来突然袭击他们 就是因为师父太过美貌 西流门的少主 想要娶自己的美女师父 被师父拒绝后才有的事情 万一师父落在西流门的手上 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这里 叶末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惊慌 突得站了起来 什么事 难道不知道上课铃声响了吗 一个面容清冷的少傅 夹着几本书走上讲台 冷冷地扫了一眼下面 哄堂大笑的学生 笑声顿时响了下来 大家都知道 这是英语课讲师云兵 最讨厌的就是学生起哄 而且一旦被他盯上 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叶末已经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 他虽然听得懂这些话 但是明显的语言 不是自己原来用的 难道这里 已经不是落约大路 皱着眉头 叶末想要知道的更清楚一些 一阵阵的头痛传来 很多乱七八糟的信息 被记忆起来 叶末 叶氏家族三代子孙 父亲叶问天 已经在两年前去世 母亲他从来就没有印象 而叶末在父亲去世后 被彻底地赶出了叶家 具体原因是因为 叶末不是叶问天的种 更加确切地说 叶末的父亲死后 叶末的血缘 就又被重新鉴定过一遍 被认定为不是叶家的种 这才有了被赶出叶门的事情 不过他还有一个妹妹叶灵 一个弟弟叶子锋 只是和他不是一个母亲 而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不过叶灵和叶子锋 却是同一个母亲 三年前 父亲似乎知道自己 亏欠了叶末寺的 特意向叶家老爷子 提出和宁家联姻 叶问天很可能知道 自己身体不行 所以想要帮叶末找一个靠山 这才找到了京城宁家 对于能和华夏前 五大家族之一的叶家联姻 宁家当然是愿意至极 将宁老爷子的孙女 宁清雪许给了叶末 三年后的今天 才22岁的宁清雪 已经是京城第一美女了 而叶末却成了叶家的灾难 原因很简单 在一次医院的体检中 叶末被检查出来是天尾 说白了 就是不能忍道 虽然叶家想要努力地隐藏事实 但是一夜之间 似乎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了 华夏五大家族之一的叶家 出了一个天尾 叶家也算是丢了一个大脸 啊 记忆被翻到这里 叶末惊叫一声 站了起来 差点立即就要将自己的裤子 脱下来看看 他已经有些明白 自己可能重生到一个 同样叫叶末的人身上来了 可是他居然不能忍道 这还不如杀了他 那位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上课的时候叫喊什么 下课去一趟我办公室 正在讲课的美女老师 被叶末的惊叫打断 脸色很是不好看 班上其余的同学 都是暗自好笑 动不动就让一个大学生去办公室 估计也只有这个英语老师才干得出来 不去还不行 学分在人家手上呢 叶末颓废地坐了下来 虽然他对家族斗争的内幕不大明白 但是也有些了解自己 很可能是因为天尾才被赶出叶家的 并不一定是因为自己不是叶家的人 况且DNA检测当中做点手脚 有谁知道 叶末担心的 不是自己被赶出叶家的事情 对这个 他根本不会去关心 他关心的是自己天尾的事情 还有就是 他的师父洛颖怎么样了 不过他也明白了 班上的同学为什么要笑了 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前身 明明已经被赶出叶家了 还偏偏死性不敢去追求班上 最火辣的女生燕燕 结果人家将自己的表白情书 贴在了黑板上 然后站在讲台上 藐视地看了看自己说道 叶大少爷 你能和我上床吗 原来是这样 难怪全部都哄堂大笑了 很可能原来那个叶末 就是这样羞愧而死的 让一个天尾的人和他上床 不是扇他的耳光吗 虽然说的那个人 已经不是自己 但是叶末脸色还是沉了下来 看了看那名叫燕燕的女生 长得果然丰满异常 不过那种造作的样子 叶末就很反感 真不懂为什么 原来这个身体的主人 还要去追求他 不过叶末也很快就知道了原因 是因为 当初叶末还在叶家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很巴结他 包括那名叫燕燕的女生 后来天尾的事情被传出来后 他因为羞愧要面子 才想要找一个女朋友 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 原本很巴结他的女生 居然如此对他 休息之下 这才晕了过去 便宜了自己的重生 自己居然重生到了这样一个地方 讲台上美女老师的课 他一个字都听不懂 就是听得懂 叶末也不会去听 对于他现在是天尾的事情 他是绝对接受不了的 与其众生成这样 还不如不要重生了 将自己的记忆整理了一下 叶末的脸色很是阴沉 先不去管是否天尾的问题 就是这里 似乎天地元气稀薄 根本就不是修炼的地方 难道真的要在这个 叫地球的地方 莫名其妙地老死不成 这大学上不上 已经是无所谓的事情 最主要的是要弄清楚 自己现在的处境 他的天尾 关系到叶家的名声问题 虽然将他赶出了叶家 但是谁知道 会不会突然被人干掉 也许还有别的内幕 才造成被赶出叶家的 现在他的安全 是不是还有保障 下课铃声响过之后 叶末第一件事 当然不是去美女老师那里 而是急匆匆地冲出了学校 她要找个地方 看看自己的小鸡鸡 是不是真的天尾 好在宁海大学旁边 别的东西不多 但是小胡同却不少 叶末匆匆跑进一个 偏僻无人的小胡同 赶紧拉下裤子 小鸡鸡果然很小 不过叶末倒是 并没有因为小鸡鸡小 就失望透顶 而是真正的长虚了口气 她不是天尾 而是因为小鸡鸡太大了 被一处经脉挡住了发展 造成这种假天尾的情况 她在落月大陆修道之前 就是一个姓林高手 对于这种情况 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不过就是这样 以现在地球上的科技 想要打通自己的 这处阻塞经脉 无疑是痴人说梦 但是这却难不倒叶末 虽然现在 她还没有能力 打开闭塞的经脉 让自己的小鸡鸡雄壮起来 但是只要她达到 炼气三层的时候 这处经脉自动会被冲开 只是叶末立即又开始 有些失望了 因为在地球这个天地元气 如此稀薄的情况下 想要修炼到炼气三层 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也许她一辈子都不能达到 那样的话 她依然是等同于天尾 叹了口气 叶末正想拉上裤子 忽然一声惊叫 让她打了个机灵 耍流氓啊 一个绝对是高分贝的女高音 就在叶末面前响起 叶末刚才只顾 检查自己的小鸡鸡 居然忘了查看周围的情况 没想到 这个小胡同还是连通的 只是前面的转弯处 这里看不到而已 叶末不是暴露狂 况且 她现在也没有什么资本暴露 赶紧将裤子拉起来 就要溜走 叶末 怎么是你 这个女人尖叫之后 居然又是以一个 吃惊的语气问道 很明显 她认识叶末 第二章 宁家要退清 叶末有点诧异地 看着眼前的这名女子 她头发很短 长得虽然不漂亮 但是还算是耐看 有些眼熟 但是却记不起来 原本叶末的记忆 在刚才上课之前 涌进来的那些后 别的都渐渐模糊 只有她自己 重生之前的记忆了 哼 好你个叶末 我借了这么多次钱给你 你居然假装不认识我 你真是太可恶了 这圆脸女子教导 叶末猛然想起 这女子名叫王颖 京城王家的人 为人大大咧咧 不拘小节 而且说话没心没肺 不过心肠不坏 也在宁海上学 并且还是宁海大学的 叶末在京城的时候 本来就因为不受待见 认识的人就很少 更别说被赶出叶家后了 之所以认识王颖 是因为王颖和她的妹妹 叶灵氏同学 经常来叶末家玩 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虽然叶末被赶出叶家 很多认识叶末的人 都装着不认识了 但是王颖性情活泼 没有什么花花肠子 倒没有装着不认识她 反而在她生活困难的时候 借过几次钱给她 嗯 是你啊 王颖 不好意思 刚才脑子有些糊涂 没有认出来 叶末一边说着 心里却一边在想 现在自己身上 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是不是要问她在借点 正在叶末准备措辞 要借钱的时候 王颖却神秘兮兮地说道 叶末 你知道京城进你之后 现在最出名的是谁吗 哦 不能说最出名的 应该是最惹人笑的人 王颖似乎丝毫没有在意她的话 是不是有点伤叶末的自尊心 自顾自地说得开心不已 不过 她似乎也没有指望 叶末去回答她 转而神秘地说道 几个月前 宁家的人去你们叶家退亲了 你知道 你大伯怎么说吗 叶末淡淡地说道 我就是叶末 没有什么大伯 哦 对不起啊 我忘了你 已经不是叶家的人了 那个你大 哦 不是 就是叶大伯说叶末 已经不是我叶家的人了 至于什么亲事我不知道 听说他在宁海大学 你可以直接去宁海找他商谈 宁家的人气得要死 但是却没有办法 叶末 宁家的人是不是来找过你了 听说宋家派人上宁家的门 想将宁清雪说给宋少文 哼 你根本想不到 你的那个便宜未婚妻说的什么话 王颖说到这里 很是得意地看着叶末 他想知道叶末的态度 叶末暗自摇了摇头 说句实在的他 对宁清雪没有什么印象 虽然说 他是京城第一美女 又是他的未婚妻 不过现在 他既不是原来的叶末 也不是叶家的嫡孙了 宁清雪的态度 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想和谁结亲 就和谁结亲 他根本就不会在意 甚至半点连衣都不会起 况且 他宁清雪就是再漂亮 难道还会比他的美貌师傅漂亮不成 以前他情商太低 师傅对他的好 他以为是出自对他的关心 现在经历了生死轮回 如果他还想不通师傅 洛颖对他的情谊 他就真的可以再去死一趟了 现在他不知道洛颖 是不是也和他一样重生了 想到这里 叶末有些发症 看到叶末有些发症 王颖还以为他 有些舍不得宁清雪 或者是因为被赶出叶家的事情而苦恼 急忙说道 叶末 虽然宁清雪很漂亮 但是他是宁家的人 而你却不是叶家的少爷了 所以叶末当然明白王颖的意思 淡淡地笑了一下说道 宁清雪吗 哦 我已经忘了 他说的是真话 他根本就不记得 谁是宁清雪了 要说印象 也许还没有眼前的 这个王颖来的真实 王颖翻了个白眼给他 心说 信你才是怪事 不过他却继续说道 你这样说宁清雪是会伤心的哦 你知道现在京城第一 被笑的人是谁吗 就是他 叶末一愣 心说他怎么可能被笑 自己是天尾 又被赶出叶家的事情 只要他宁家发布一个声明 解除婚约不就好了 难道他一个孤魂野鬼 还敢找上门去不成 好在王颖却继续说道 在宋家向宁家的宁清雪提亲后 宁清雪却在公众之处 说 他已经是叶末的人了 不会再改嫁给别人 除非 不过他说了除非两个字 后面就没有说了 不知道他的除非是什么 但是他的话却立即传了出去 据说他父亲一怒之下 要将他关起来了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话 才让整个京城的人笑他 虽然都知道 他是以你为借口 拒绝了宋家的提亲 但是现在你知道 别人背后都在说什么吗 都说他没有尝过男人的味道 不知道什么是天尾 等他知道 哦 对不起 我说的话不是针对你的 是别人都这样说 说到后面 王颖才想起来 他说的那个天尾的人 就站在自己的面前 刚才叶末脱裤子 很可能是 查看自己的那个 叶末心说 这王颖还真是没心没肺啊 说话简直就犹如捣豆子 一点都不顾及前后 不过他现在倒也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他 根本不是天尾 只要他修炼到炼气三层后 他的这个堵塞的经脉 自动会被冲开 虽然修炼到三层很难很难 不过总有一个依托是不是 不过宁清雪的话 他当然不会去认真 虽然叶末没有见过他 但是以京城第一美人的称呼 想来长得应该不会差 他应该是看不上那个宋少文 这才拿他叶末当挡箭牌 不过让叶末不明白的是 拿他当挡箭牌就算了 为什么要在公共场合说这个话 只要对宋家人这么说 不就好了吗 但是叶末立即就明白了过来 宁清雪现在是不想 和任何人定亲 所以才在公众场合说这个话 而他不是真的非叶末不嫁 没听到他的话外音啊 不是加了个除非两个字吗 直到他想嫁人的时候 将这除非后面的话 说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女人不简单啊 还有 这个给你 王颖说着 拿出一个牛皮信封 递给叶末 叶末打开信封 里面居然有一叠钱 有些诧异地看着王颖 心说我这不是还没有开口吗 就借给我这么多 这是你弟弟 呃 就是那个叶子峰 让我带给你的 他说这是别人托他带给你的 是谁却没有说 不过我想 很可能是他自己吧 王颖的话 让叶末想起了 他的那个便宜弟弟 和便宜妹妹 似乎叶灵从来都没有好脸色给他 倒是那个弟弟叶子峰 对他还不错 这钱现在他这么需要 也没有必要还回去 以后再还给他好了 第三章 麦夫的神经病 谢过了王颖 叶末再次回到了学校 现在他除了学校 也没有地方可去 这里他人生地不熟 而且 学校总是可以学点东西 况且 这里天地元气稀薄 似乎学校里面 还稍稍的好了一些 最后一堂课后 他没有去英语老师那里 对他来说 学分是满的和零分 没有任何区别 没有必要去听一个女人啰嗦 而且他虽然还没有修炼 但是记忆力强悍无比 如果想学东西 直接去图书馆就好了 接下来的日子 叶末除了修炼 就是去图书馆 偶尔去课堂 至于他旷课太多 拿不到学位证书的事情 根本就被他无视了 宿舍原本是四个人 但是有一个老哥 天天在游戏房 还有一个和一个女生 在外面租房子 过小夫妻生活 而另外一个家在市区的 叶末也经常在校园的 小树林一修炼 就是一晚上时间 所以说 这个宿舍经常是一个人没有 如果说现在在宿舍住的多的 倒是叶末了 他每三天 都会回来好好睡一觉 其余的时间 都被他用来修炼了 虽然明知道 这个地方修炼不出什么结果 就是修炼到死 也许都修不到助击 但是长久下来的习惯 让他除了修炼 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他强悍的记忆 喜欢的东西 看一遍就记住了 倒是节约下来大量的时间 前生就低调的叶末 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后 就更加的低调了 不过因为上次的情书事件 他还是得到了一个外号 叫床下情人 不过叶末根本就不会去理睬 该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对他依然平淡无视地 出入食堂和图书馆 感到他皮很厚 但是时间久了 就再也没有人会去注意了 好像他就是大海里的 一滴毫不起眼的水滴一般 平淡无奇 两个月的时间过去 叶末勉强修炼到炼气一层 这中间 除了他将王颖带来的两万块钱 全部买了一些药材 熬成汤汁喝了以外 和他日夜都不间断的修炼有关系 不过他也知道 如果没有外物辅助 炼气一层 说不定就是他一辈子的最后境界了 不但利用两个月的时间 将小学到高中的课本 全部学习完毕 还对医药和各种奇门八卦的书籍 扫了一遍 虽然他感觉 这里这些方面的东西 很是浅薄 但是倒也不是一无所获 毕竟现在 他只有炼气一层 放暑假的时候 学校的图书馆要重新装修 夜末也没了去处 不过现在 他又陷入了经济危机 身上的钱已经不多了 只有两千多点 如果暑假不出去打工挣钱的话 那么以后不要说 修炼还需要一些药材 就是吃饭都成问题了 如果仅仅找一个普通的工作 对别人也许可以 但是对夜末不行 他需要修炼 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只有修炼 才会让他能找到一些方向 没有钱 就是白说 况且 上班的那点钱给他修炼 根本就是差得太远 他会炼丹 但是现在 不要说他 只有炼气一层 还无法炼丹 就是真的修炼到可以炼丹了 又怎么样 这里有灵草吗 这里有丹炉吗 放弃了炼丹的念头 好在他还会制服 现在的炼气一层 高级服录他制不了 但是一些低级的青神服 辟邪服 护身服 甚至简单的火球服等等他 还是可以制作的 购置了一些制服用的服纸 狼嚎 朱砂等物品 虽然好的服录 都是用妖兽的兽皮 和妖兽血制作 但是这里不可能有妖兽 只能用朱砂和攻击血 自己再加以炮制一下 虽然不能制作高级服录 但是对这些连一级服录 都算不上的简单服 倒是可以了 好在这里上等的黄表 加几样药材炮制后 倒是可以当成服纸 这样下来 叶末最后的几千块钱又没了 朱砂和鸡血 加上几样便宜的药材 被叶末熬制成了 带着淡淡香味的制服原料 几千块钱 确实已经很少了 这些东西加起来 也只能制作三十几张服录 这还没有算被制作废了的材料 好在叶末虽然是炼气一层 但是他原来却是可以制作 五级服录的高手 而且现在他制作的服录 甚至连品级也算不上 三十几份材料 被他制作出来了八张服录 轻神服 辟邪服 护身服 火球服 各两张 虽然只是制作出来八张服录 但是其中一张轻神服 在偶然爆发的情况下 被叶末制作成了 快要接近一级服录的好东西 这是惊喜当中的惊喜 八张服录 一共花去了他半个月的时间 平均下来 甚至每天连一张服录都没有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去卖服 虽然知道在这里制服卖服 被认为成宣传迷信的行为 但是政府倒也没有强行禁止 宁海就有这样一个大的杂汇市场 海宝股丸交易市场 也有人叫海宝园 这里不但有各种贩卖各种股丸 其真的商贩 还有一些和叶末一样出售服录的人 叶末看过这些人出售的服录 都是一些没有灵气的普通黄标纸制作 根本没有任何效果 不过卖的也很便宜 只是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一张 很少有超过一百的 叶末的服录 当然不能卖这么便宜 要是他真的卖这么便宜 他还不如去打工好了 为了防止被别人认出来 影响他以后平静的修炼生活 甚至有可能被当成小白鼠抓起来 叶末戴了一个大大的墨镜 还戴了个帽颜很低的帽子 来到海宝园 学一些算命先生一样 找一个角落 摆了一个小地摊 将几张符录 放在一张黑布上 这就开张了 虽然宁海的城管很多 但是海宝园却没有 所以 也没有人来对叶末教导什么 倒是省了叶末的很多事情 如果说别人的黄表符录 是要靠数量去赚钱的话 叶末知道自己的符录 只能卖给实货的人了 如果不实货的人 是绝对不会购买他的符录的 咦 还有辟邪符 这是什么 喂 老板你的这批邪符 多少钱一张 一男一女 走到叶末的面前 其中那名男子问道 叶末没有想到 他的摊子刚刚摆出来 就有人上前来问价格了 立即欣喜地站起来说道 所有的符录都是一万一张 神经病 叶末话还没有说完 就收到三个字 以及两个扬长而去的背影 第四章 第一个客户 叶末还没有来得及 说出那张接近一级的清神符 是两万块钱 就被骂了一句神经病 不过他也没有多大的气馁 毕竟他的符录 只卖给真正实货的人 因为只有真正实货的人才 才看得出来 他的符录是 带着一丝淡淡流转灵气的 不过让叶末失望的是 他的摊子连续摆出来了五天了 来问的人不守 但是从来都没有卖出去一张 甚至他的这个符录摊子 已经在海宝园出名了 因为他摊子的 一张黄表符录要卖一万块钱 很多人不是来买黄表符的 而是来看看 一万块钱的黄表符 到底是长什么样的了 叶末的摊子 也成了海宝园的一大笑料 别人制作的符录 都是A4纸的一半大小 而他的符录 却是只有一个巴掌大小 甚至有一张 还只有半个巴掌大小 卖的价格 还是从来没有的上万 还不还价 这样想不出名都难了 第九天的时候 叶末已经有些泄气了 他已经确定 这里根本没有人 可以认识他的东西 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的这些符录 不要说卖一万 就是卖十万都不贵 但是空有千里马 没有伯乐也是枉然 叶末决定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如果还没有人来 问经他的符录 他将继续去劳务市场 先找一个工作做做 不然连饭都没有的吃了 稀奇也只是几天的时间 叶末的万元符 虽然被很多人参观了几天 但是这几天 明显的已经过了稀奇期 白看的人已经很少了 叶末很是无聊 他已经准备收摊子了 不过迎面走来了 一男两女的对话 引起了他的注意 虽然隔得很远 但是他的耳力可不是一般 依然听得清清楚楚 敬文 这里都是卖狗皮膏药的人 全是相信迷信的人才来的 你买的法器已经很多了 以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已经联系了 法国一家脑科医院 据说很有名 要不将伯母 转移到法国去治疗吧 说话的是 那名高个男子 长相高大英俊 是个实实在在的帅哥 那名女子身材也很高挑 面色清冷 气质高贵 皮肤白皙 居然是个绝对的美女 班里的燕燕 也算是长得不差了 但是和这个女人比起来 简直就是一个诈 叶末真搞不懂 她的前身 怎么这么没有出息 居然连燕燕那种女人也看得上 不过这个美女 看起来很是冰冷 眉目之间 隐隐有一些忧愁 听了这名英俊男子的话 这叫静文的女子 眉头就皱得更厉害了 不是她不想让母亲去医院 三年来 她带着母亲 跑遍了六个医疗发达的国家 去过十几家医院 但是母亲的病毫无进展 汪鹏 我没有让你跟着我一起来 你自己要跟过来 我母亲这些年 去的各种医院 还少吗 你介绍的 也有五六家了吧 可是我母亲 现在依然昏迷不醒 如果不耐烦 你请便 这名女子的语气 很是冰冷 明显地对身边的帅哥 没有多大的好感 另外一名女子 长相很是鹦鹉 不过她只是紧紧地跟着那名叫静雯的美女 一言不发 看样子 应该是个保镖之类的人 叶末听了好笑 就是给任何一个人听了她七八次意见 没有一次可以成功的 也不会有多大的好感了 这个汪鹏 还真是个极品 居然接连出了这么多的馊主意 这名女子 说她的母亲是昏迷不醒 已经三年了 看样子是植物人了 如果是植物人 还只有三年时间的话 她那张接近一级的青神符 应该是可以唤醒的 想到这里 立刻开始交道 卖符露了 中邪的 植物人的 身体有样的 我的符露一张见效 两张就彻底痊愈了 叶末当然是故意这么叫的 她的目的就是看看 能不能做一下这个美女的生意 这女人可以几个国家到处乱跑 说明她是有钱的 花个一两万 应该不会在意 心里正郁闷忧愁的苏敬文 听见有可以治疗植物人的符露 顿时如听仙音 想也不想 就来到了叫喊的叶末摊子前面 请问 你的符露 可以治疗植物人吗 苏敬文语气颤抖 就好像溺水之人 抓住了一个木材一般的紧张不已 叶末淡淡一笑 心里想到 如果自己的一级符露 连一个普通凡人的昏迷也就不了 自己干脆拿块豆腐撞死算了 不过这个生意 是她故意吆喝来的 她当然 想做成这笔生意 不然 她就白吆喝了 现在这美女问起 连忙说道 那是当然 我的符露不要说就一个植物人 就是只要有一口气 我的符露就可以救火 那是祖传 叶末还要继续吹泪 不过这美女却打断了她的继续 而是急切地问道 我母亲是植物人 现在我想唤醒她 请问 需要什么符露 叶末点点头心说 我早就知道了 不然叫你来干嘛 故作深沉地说道 这个简单 只要购买一张轻身符就可以了 我这里有两张轻身符 一张是上等的卖两万块钱 一张普通的卖一万块钱 不还价 什么 你这个神棍 居然敢当街骗人 我马上就叫警察来 一听两张黄纸做的符露 居然要卖到三万块钱 这名叫汪鹏的帅哥 立即就发飙了 指着叶末的鼻子就骂 叶末抬脚就将汪鹏的手 给踢到一边 却暗时内静 让她以后手 根本无法用力 现在却看不出来 以后她的手只要一用力 手腕就脱臼 叶末的动作一气呵成 没有丝毫的停顿 别人看不出来 但是一直跟着苏静文旁边的 那名鹦鹉女子 却看得眼里金芒一闪 不过立即就恢复了平静 将汪鹏的手踢到一边 叶末才冷冷地说道 我又没有让你买 真是笑话 滚开 我要做生意 不要拦住我的财路 好歹 汪鹏气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那名清冷的女子的话拦住 汪鹏 请你让开 我不需要 你跟在我们后面 苏静文冷冷地对汪鹏说了一句 又转向叶末 很是歉意地说道 对不起 大师 这人只是和我走在一起 并不能代表我的意思 静文 这人明显地遮住了脸 而且 这巴掌大的一块黄纸 还卖一万块钱 摆明了是骗子 几万块钱是小事 万一伯母有个什么 汪鹏还想劝说 苏静文却脸色一冷 很明显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第五章 租房 你们走吧 我不会卖东西 给你们的 这个家伙在这里影响我的胃口 叶末指着汪鹏 对苏静文说道 苏静文这几年来 被母亲的病酬的人 一点精神都没有了 对医院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 听一个大师说 母亲很可能是中邪了 只要买一个避邪法器 就可能驱除邪气 让母亲苏醒 可是他法器倒是买了不少 但是母亲还没有丝毫苏醒的迹象 现在有人说 他的福禄可以让母亲苏醒 他哪里还会放过 就是眼前这人骗他的 也不过区区几万块钱而已 几万块钱对他苏家来说 实在算不上钱 只要有一线希望 他就不会放弃 虽然他内心深处也知道 这人说的话 99%都是假的 但是他还是想试试看 现在听叶末这么说 哪里还会不着急 连忙对叶末说道 对不起 大师 这人和我没有关系 说完 苏静文冷冷地看了一眼 汪鹏说道 汪公子 你请便 请不要跟在我的后面 否则我报警了 汪鹏听了苏静文的话 眼神冷冷地看了一眼叶末 心里已经将叶末 当成了一个残废 回头他一定要叫人 将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打断手脚 不过苏静文都这么说了 他也没有脸继续留在这里 只能灰溜溜地转身离去 叶末看见汪鹏的眼神 当然知道这家伙想要做什么 不过他几天来 就做这一笔生意而已 做完就立即离开 哪里还会顾得上别的 再说了 他根本不怕这个汪鹏 你这里的轻神符 我都要了 多少钱 见汪鹏走远 苏静文急切地说道 叶末拿起那两张轻神符说道 这符录是我呕心沥血的作品 当然不会多 只有两张了 你只需要用这一张好点的就可以了 至于另外一张 如果你用不完 可以用玉盒保存起来 一般十年内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两张一共三万块钱 说着 叶末拿起两张轻神符 递给苏静文 并且给他指出了 那张接近一级的轻神符 苏静文收下了两张 符录却开了一张五万元的支票 给叶末 叶末不是一个喜欢占别人便宜的人 又拿起一张护身符 和一张火球符 递给苏静文说道 既然是五万 这两张一起给你好了 这一张是护身符 你回去做一个香囊 挂在身上就可以了 至于火球符是防身用的 遇见歹徒直接砸过去 说一句零就可以了 见叶末不愿意占自己的便宜 苏静如心里 对这两张符录抱着的希望 就更大了 这叶末怎么看 都不是一个骗子 听见叶末的话 连忙问道 大师 不知道这轻神符怎么用 叶末收起支票说道 一样 也是将符录扔向病人 然后说一个零字 就可以了 那个 不知道大师贵姓 是不是可以和我一起 去看看我的母亲 我可以双倍付钱给大师您 拿到亲神符过后 苏静如感觉到 自己烦躁的心情 似乎渐渐地平息了下来 而且 这看起来犹如一张纸似的符录 还有一些分量 对叶末更是有信心 这才动了请叶末的念头 叶末当然不会 和苏静文一起去 只是摆了摆手说道 我就不用去了 这张符录肯定可以救人 苏静文和那名叫小月的女子 见叶末 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去 只能拿着两张符录 急切地想回去试试 叶末见两女离开 赶紧转身就收了摊子 去银行兑现支票去了 现在 她急需要钱 文简 这人戴着大墨镜 而且脸都看不清楚 汪鹏的话也有一些道理 我想她很可能是一个骗子 虽然明知道叶末是骗子 但是叫小月的女子 还是委婉地说道 苏静文叹了口气 她何尝不知道 叶末是骗子 但是就算知道她是骗子 她也必须要试一试 因为她不想放弃 任何可以使她母亲苏醒的手段 就是明知道 被骗也要试一试 见苏静文叹了口气 却没有说话 保镖小月似乎知道她的想法 神色有些黯然 却没有继续说什么 叶末拿到了五万块钱 第一件事 就是出去找个地方住 因为现在 她需要一些药材 来练制一些药液 在学校里面太不方便了 还是出去租个房子方便一些 虽然宿舍几个月 也见不到其余几位同学的影子 但是她的东西都属于机密 可不想就这么暴露 只要有钱 在宁海找一个出租房虽然容易 但是满足叶末的 却很少见到 因为她需要居住的地方 不但要安静 而且最好环境清新 甚至还要有一个 每天可以练舞的地方 她现在修炼是很难提升了 但是她以前的世俗武艺 却不想丢下 总要有一个自保的手段才行 宁渡区和叶末 现在上学的宁海大学 正好是一南一北 虽然在一个城市 但是相距却足足有30多里地 叶末找到宁渡的时候 天色已经临近傍晚时分了 之所以想找个原点的地方居住 叶末处于两个方面考虑 一个是 不想让自己的底细 被学校里面的人知道 还有一个就是 她希望以后 去学校都用跑步 这样可以锻炼她的身法 正当叶末认为 今天已经是找不到住处的时候 一股散发淡淡灵气的小院 出现在她的面前 让叶末惊喜的是 这个小院外 居然还贴着一个 有房出租的字样 还没有进这个小院 叶末已经决定就租这个院子 不为别的 就因为这里灵气相对来说还不错 你找谁 院子门在叶末的敲打下被打开 说话的是一名50多岁的妇女 说完还一边打量着叶末 叶末却忘了回答这位妇女的话 因为她看见了院子里面 竟然有一株银心草 难怪有些灵气一出 竟然有这种药材 不过只有一株而已 实在是太少了 银心草可是炼制聚气丹的主要灵草 怎么在灵气频发的地球有的 叶末强压住心里的激动 面对看向自己有些奇怪的大妈 连忙说道 阿姨 我是看见这里有房出租 我想租下来 听见叶末的话 这大妈总算是明白了过来 原来是租房的 连忙将叶末让了进来 一番交涉下来 叶末才清楚 原来这个院子有东西两个房间 还有一个客厅 客厅房东不想出租 西边的房间已经被一个房客租走了 而东边的原来是房东住的 但是现在房东要去宁北区儿子那里 就想将东边也租出去 正好遇见了叶末 让大妈没想到的是 她爆出的一千一百块钱一个月 这看起来并不是很有钱的小伙子 居然什么话都没说 就直接付了一年的房租 第六章 亲神福 爸爸 你怎么回来了 苏靖文回到自家的私人疗养院 第一个看见的 居然是自己的父亲 自从母亲成为植物人后 父亲几乎将所有的精力 都放入了官场 就是母亲的公司 也是苏靖文的在打理 只是他也因为母亲的事情 公司的事情处理得很是乱七八糟 但就是这样 父亲也没有过问过 很少到苏家的私人疗养院这边 来看望母亲 但是苏靖文不知道 今天父亲为什么来到疗养院这里 哼 我不来 你还不知道怎么去折腾 家里买回来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次居然连俘虏这种事情都可以相信 是不是下一步就是跳大神的 都要请回来了 苏靖中脸色很是阴沉 很明显对女儿很是不满 苏靖文一听 就知道汪鹏告密了 心里对这个驴子拉屎 只有外面光鲜的家伙 更是不值 不过他对自己的父亲也很是不满 居然就此沉默 不想回答 怎么 说不上来了 现在你立即将家里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扔了 苏靖中口气强硬地说道 爸爸 妈妈生病后 你做了什么 你只是在他昏迷的时候来看过他一次 这几年来 你在哪里 你们心自问 你对得起妈妈吗 我做什么 我心里清楚 我不用你管 妈妈也从来都没有责怪过 你外面养着一个女人 但是你自己呢 有半分考虑过妈妈吗 苏靖文沉默半赏 忽然爆发出来 你 苏靖中脸被说得一阵红 一阵白 举起手掌 就要给女儿一巴掌 但是看着女儿倔强憔悴的神情 手再次慢慢放了下来 他心里清楚 自己还真的没有资格说自己的女儿什么 他的确对不起妻子和女儿 妻子的公司 现在是女儿在管理 他也没有帮过什么忙 好吧 我知道我管不了你了 我只希望 这是你最后一次迷信 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 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难道连这个 你都不明白 不要因为一个街头的神棍 和汪鹏有些隔阂 要知道中年逆儿 苏靖中有些无奈地说道 苏靖文心里冷笑 他当然知道 父亲为什么要他和汪鹏走近 父亲想要再上一步 就必须有汪鹏的父亲帮忙 而他父亲苏靖中 虽然已经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 但是苏家重点培养的人 却没有他父亲的名额 没有苏家帮忙 苏靖中如果自己再不找关系 也许他这一辈子 就停留在市长这个位置上了 事实上 苏靖中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汪家的势力不比苏家小 而苏家并不是京城那些超级大家族 培养的对象 只能是那几位有潜力的 他可以到市长 确实已经到头了 而且他已经快五十岁了 如果他自己再不借助外力 也许他将渐渐地淡出苏家的视线 一旦他借助汪家的力量再进一步 说不定老爷子 会重新开始审视他的潜力 虽然知道父亲的打算 不过苏靖文却并没有说什么 汪鹏虽然长相英俊 但是在苏靖文看来 只是一个绣花枕头而已 说他是驴子拉屎外表光 里面全是老粗糠 是一点都没有冤枉他 见到转身进入他妈妈疗养的房间 苏靖中张嘴想说句什么 但是还是忍住了 他明白自己的心思 对女儿确实不利 想了想也跟了进去 不过他只是站在门口 却没有勇气去面对昏迷了三年 依然没有醒来的妻子 床上躺着一位 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岁的美貌妇人 和苏靖文也有三分相像 不过却紧闭着双眼 眉头似乎有些微微皱起 看见苏靖文进来 一直坐在床头的护工阿姨 连忙站了起来 和苏靖文打了个招呼 退了出去 看着依然昏迷着的母亲 苏靖文眼圈一红 都几年了 虽然她一直没有放弃 但是这其中的苦楚 她却没有办法向别人哭诉 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 扑在母亲的床头痛哭一番 取出夜末 卖给她的那张两万块钱的青神符 苏靖文有一些恍惚 虽然明知道 这俯禄应该是骗人的 但是她就是遏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似乎这俯禄下去后 母亲真的会醒过来一般 看着有些自欺欺人的女儿 苏靖中摇了摇头 却没有继续说话 她想等女儿 用完这个俯禄后 她好好地和女儿谈一谈 苏靖文忽然站了起来 退后两步 一仰手 手里的青神符 就被扔向了床上躺着的女人 同时口中轻喝一声铃 看着就犹如神棍一般的女儿 苏靖中没有丝毫的可笑念头 心里只有一些不安和愧疚 为了她妈妈 女儿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 也开始相信这种事情了 不过苏靖中 立即就以为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了 被女儿扔出去的黄表浮露 在女儿说了一个林字后 居然化成了树道白色的光芒 这些光芒 居然尽数没入了妻子的身体里面 而四周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一些灰渣 如果不是整个房间里面突然清凉下来 还有她的眼睛 被晾芒刺得有些难受 她甚至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苏靖文也呆住了 她以为符露扔出去了 说一个字 就继续挥落在母亲的被子上面 然后她就准备继续呼唤自己的母亲 可是 事情大大的出乎她的预料之外 她扔出去的符露化成了树道清凉的白色晾芒 然后晾芒没入母亲的身体 而她扔出去的符露却不见了 转而看见的是一些细小的灰渣 在四处飘落下来 苏靖文只觉得头皮有些发麻 她知道很多的神棍用化学现象变化来骗人 但是 她也是理科的高材生 这个现象 她却没有办法用任何化学反应来解释 难道 难道这真的是符露不成 一想到这可能是真的有效果的符露 苏靖文的手都在颤抖了 如果真的如那个卖符露的大师所说 母亲应该即将要苏醒才对 想到这里 苏靖文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 一下就冲到母亲的床头 第七章 超级宅男 妈 我是靖文 你能听到吗 妈 苏靖文激动地抓住床上熟睡女子的手 不停地呼唤 床上的女子手动了动 然后眉毛又拧了一下 居然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茫然地看了看 已经欣喜的 满眼都是眼泪的女儿 正想说话 苏靖文却激动地扑在了这女子的怀里 哭道 妈妈 你终于醒了 闻闻 床上的女子已经渐渐地清醒了过来 她感觉到 一股淡淡的清新气体 慢慢地在身体当中流过 让她的精神也渐渐地恢复了过来 可是怎么了 闻闻 床上的女子彻底清醒了过来 就要挣扎着坐起来 只是长期卧床的麻木 让她一时无法坐起 她甚至感觉到 那股清新的气体 还在恢复她的四肢 苏靖中张大着嘴巴 看着眼前不可思议的一切 甚至忘了说话 她第一次发现 这个世界 还真有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存在 这是幻觉吗 叶末对自己的新住处很满意 现在身上还有几万块钱 她暂时倒是不用 继续出去赚钱了 只是每天待在院子里面修炼 还有就是将那一株迎新草 小心地栽倒一个单独的花坛里面 一个月下来 谢星也知道了 西边房间住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 不过叶末每天晚上修炼 早上到小院子里面练舞 而对面的那个女人 每天似乎很早就去上班了 而每天她回来的时候 叶末已经开始在房间里面修炼了 所以一个月下来 两人居然没有碰过面 叶末对西边房子住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根本就不关心 她虽然生活单调 但是每天修炼的时间都不够 哪有时间去八卦 许薇虽然知道 房东将东边的房子也租出去了 但是却不知道来租房的是什么人 只知道 是个和她年龄相差不大的男青年 不过她每天上班 早上六点就出去了 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快七点了 却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人 这一个月 因为省卫生院领导来检查 她连周末都没有时间休息一天 而这名青年 也从来没有在她下班后 或者上班之前的时候出来过 如果不是每天院子花坛里面的花草的变化 她还以为 这人根本不存在的 时间长了 她也就明白了 这个和她住对门的家伙 是一个宅男 而且还是超级宅的那种 还有半个月就要再开学了 这一个月的修炼 只是让叶末的真气更加的精纯一些而已 离开炼气二层还远得很 可见天地元气对修炼的影响是多大了 不过她的世俗武艺倒是没有丢下 越来越纯熟了 叶末也知道 在这个地方 想要到炼气二层 如果没有外物的帮忙 是绝对不行的 而中药店里的那些中药 也没有办法帮助她进击二层 唯一的希望 就是寄托给院子里面的那株银心草 银心草只有一株 所以叶末想将这株勉强算是灵草的东西养活 最好是接了子后 再批量培育 不过银心草的成长周期 是两年时间 这株银心草 也许是自生自长的 还才一年时间 就算叶末精心培养 等着猪草成熟接子 再栽心的银心草 至少还有三年时间 她才可以真正地收获 不过有希望总比没有的好 叶末走出房间 居然看见院子里 有一名二十多少的女子在洗衣服 她一看就知道 这女人是隔壁住的那名女子 以前她洗衣服都是晚上 怎么今天不上班 白天洗衣服了 许葳看见叶末走到院子的时候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这个死宅男 和他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了一个月 愣是没有见到他的人 还是这几天 帮结婚的同事带几天晚班 才看见这个宅男 这家伙可真够宅的 不过他长得倒也不丑啊 怎么就是不出来呢 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的 你好 我叫许葳 住你隔壁 立康医院上班 许葳很大方的 和叶末打了个招呼 叶末也笑了笑点点头说道 我叫叶末 无业游民 叶末也是第一次见到许葳 是一个温婉可人的女子 脸上的笑容很真挚 头发背盘起来 倒是看不出来有多长 不过皮肤很是白皙 虽然没有那个购买自己 俘虏女子长得漂亮 但是也差不到那里去 算是一个小家避孕式的美女了 你不上班 听见叶末说自己是无业游民 许葳心里不由地有些紧张 一个大好青年 正是黄金年龄 不上班 还租个房子 每天宅在家里 这是什么意思 这里也没有宽带网线 她不可能是在家打游戏的 而且她看自己的眼光 也不像一般的宅男那样 躲躲闪闪 而是盯着仔细打量了一番 这人不会是个犯罪分子吧 一时之间 许葳的心开始打气鼓来 叶末却懒得去理会许葳怎么想 她首先去看看 自己栽植的银心草 再将其余的花花草草 也修整了一番 这才准备打一套拳法的 不过想想 旁边的许葳却停住了 而是和许葳打了个招呼 出门去了 许葳看着叶末出门去的身影 总算是松了口气 联想到她原先摆弄花草时候的 专注神态 暗想自己真是太多心了 一个歹徒 还有心情去摆弄花草吗 看她穿得也不咋地 也明白 她不是个有钱的主 真不知道 她每天都做些什么事情 青渡湖公园 是离开叶末住处 最近的一个公园了 这里不但面积不小 还有一个清澈的清水湖 很多老年人 叶末也来过 只是她原来都喜欢在院子里面打拳 今天倒是第一次来青渡湖公园打拳 这里空气不错 而且环境明显的 比小院子还要好 一套拳打下来 叶末很是满意 真气居然再次精准了一些 虽然离开二层还遥遥无期 不过只要有进步 就是好事 朋友好拳法 不过我见识过的拳法也很多了 却看不出来 你打的是一套什么拳 真是惭愧 叶末收拳的时候 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走过来赞叹道 第八章 合足伙伴 这名中年人 刚才也在附近的地方练拳 叶末也看见了 只是她的拳法 叶末认为是一些花拳绣腿 没有太过在意 此时见人家过来主动打招呼 倒也不好不理睬 只好微微一笑说道 自己胡乱打的 也不怎么样 听见叶末的话 这中年人尴尬地笑了笑 很明显 叶末不打算和她认识 不过她确实感觉叶末的拳法不错 应该不会比自己的拳法差 让她起了结交之心 这才主动上前来招呼 我叫方卫成 一看就知道 你师叔名门 一时手痒 怎么样 我们切磋一下吧 这中年人的话说出来后 叶末才知道 这人是找她来干假的 看了看方卫成 叶末摇了摇头说道 你不是我的对手 切磋就免了 方卫成愣住了 她刚才听这年轻人的话 还觉得她很谦虚 怎么转眼就这么大话了 不由的脸胀得有些红 心说 虽然这年轻人的拳法 引起了自己的注意 但是要说自己 不是她的对手 她也太高看自己了 她方卫成17岁参军 32岁才退伍 退伍后 虽然做了一名司机 但是手里的功夫 却从来都没有放下过 怎么说 自己不是她的对手 这年轻人 最多也不过20出头一点 要说她不是一个 20出头小伙子的对手 说什么她也不相信的 她之所以 想和这年轻人切磋 是因为她觉得 对方的拳头不是花架子 而自己的 也不是花架子 和她动手 应该对自己有好处 你怎么知道 我就不是你的对手 说句实在的 我从部队复原后 我还没有遇见过对手 既然你这么有自信 我们就来试试看好了 方卫成的脸色 有些挂不住 叶末摇了摇头 无奈地说道 好吧 既然你想试试 你就动手吧 就在这里 不去一个大些的地方 方卫成看了看周围 叶末微微一笑说道 反正就几招的事情 没有必要了吧 你 方卫成被叶末的话 差点噎住了 心里怒气渐渐地上来 有些火气地说道 既然这样 看拳 重规重矩的一个黑虎掏心 方卫成的想法是 这一招黑虎掏心 虽然看起来简单 等着年轻人一动作 他的这一招 立即就变招 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 方卫成的拳头刚打出 还没有来得及变招的时候 叶末忽然上前一步 一下就抓住了方卫成的拳头 手一扬 方卫成将近两百斤的身躯 被叶末的手带起 脑子顿时嗡的一下 这实在是有些出乎他的感知了 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被叶末扔在了旁边的一个石墩上面 就好像他原本就坐在这里一般 而和他动手的年轻人 却已经没有了身影 好厉害 好扮上 方卫成才反应 过来喃喃说道 就是他在部队的教练 也不能如此举重若轻的 就赢了他吧 叶末走进居住的小院子的时候 许薇居然正在观察他种植的花花草草 叶末虽然种植的花草很多 但是主要是为了掩饰那一棵银心草 见到叶末走进来 许薇有些尴尬 连忙站起来 没话找话说道 没想到你还喜欢种植花草 一般种植花草的男人 都是很细心的人 看样子你 也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哦 今天我买了点菜 等会我们一起吃吧 也算是邻居认识一下 叶末一直是在外面吃饭 没想到今天还有人请客 对这种事情 他当然不会拒绝 笑了笑说道 好啊 那就多谢了 我看你每天都早出晚归 你今天怎么没有去上班 这几天 我的一个同事请假 我正好这几天调休 就帮他带晚班 许薇没想到 这个宅男观察还蛮仔细的 许薇烧的菜还不错 至少比叶末 每天出去胡乱吃的 要好不少 今天吃的不错 谢谢你了 叶末心想 要是每天都能混到饭吃就好了 自己也不用因为吃饭 每天都出去了 都是邻居 有什么好谢的 以后你也可以请我吃啊 许薇有些俏皮地说道 他感觉叶末不大像一个坏人 叶末尴尬地笑了笑说道 我自己从来都不烧饭的 那就去饭店啊 许薇觉得这个叶末很有些可爱 一般请不是很熟悉的女孩子吃饭 哪有自己烧的 不都是去饭店吗 叶末无奈地说道 好吧 以后有机会再请你吃吧 心里却想到 我就知道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果然这边午餐刚吃完 就欠下一顿了 叶末我们交换一下电话吧 我的电话是13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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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电话是多少 许薇拿出一个精巧的粉红色手机问道 我没有电话 以后有事直接敲我的门就好了 一般的事情 我还是可以帮到你一些的 我回去了 说完 叶末站起来 回到自己房间去了 许薇愣了半天 心说 现在就是一个民工也有手机 这个叶末居然连电话都没有 这家伙混得也够差的 看样子 房租肯定也没有给 真不知道 房东怎么会让他住进来的 不过这家伙还挺爱面子 居然还说 一般的事情 都可以帮到自己 许薇摇了摇头 这叶末看起来也不是坏人 就是有些爱面子 自己是不是在医院 帮他找一个勤杂工什么的 也好过继续当无业游民 许薇还在想 自己好歹 也算是一个美女吧 怎么这个叶末连 多做一会的想法都没有 这实在是打击人了 好像他真的是为了来吃顿饭的 不过许薇很快就想通了 他应该是自卑吧 毕竟一个无业游民 甚至连一个手机都买不起 当然不好意思和自己 坐在一起说话了 想到这里 许薇总算是平衡了一点 叶末回到自己的房间 心里却在想 自己是不是应该买一个手机了 不过想到他买了手机 什么用都没有 这里根本就是举目无亲 和谁联系去 想了想还是算了 身上的五万块钱 被他交房租贷 购买一些药材 再加上平时的用度 只剩下了两万不到一点了 叶末决定再去摆地摊 不过这次他摆的不是卖福禄 福禄这东西太难卖了 上次要不是他偶然遇见 那名女子急切心情 说不定到现在他一张 都没有卖出去 这次他想摆的是一个夜市游移小摊 之所以摆一个游移摊子 还是受了许位工作的启发 还有一个原因是 摆一个游移小摊子 流动性强 免得自己被别人盯上 况且在夜市摆摊 除了防止城管 还可以一边摆摊一边修炼 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游移是被禁止的 政府是不允许的 只能在晚上摆出来 叶末打的主意 就是和卖福禄一样 要么不开张 开张吃一年的想法 第九章 明大笑话 第二天 叶末没有再去青渡湖公园锻炼 而是早上早早就起来 在院子里打了一套拳 然后出去购买东西去了 一个小医疗箱子 还有一套银针 除此之外 还买了一堆药材回来 自己炼制一些 简单的丹丸和汤液 当然连最普通的丹药都算不上 不过对叶末来说 这些东西 已经足够他摆出摊位了 这样一来 他剩下的钱 已经再次让他陷入了危机 当他一切准备妥当的时候 宁海大学已经开学了 叶末已经是宁海大学大四的学生了 没有出乎大家的预料 叶末没有一门课通过 全部不考 不过叶末没有当回事 学校也没有当回事 如果是一般的同学 只要超过三门课不考 说不定就会被严重处分 甚至被退学了 但是叶末却属于特权一类的人 虽然他已经被赶出叶家了 但是学校却不会为这种事情 来得罪叶家 谁知道人家大家组完的是什么 反正他读完四年就走 学校也没有什么损失 就是他当年进宁海大学的时候 同样不是考进来的 对于全部不考 叶末可没有在意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他还在专心准备他的夜市摊子 这和他白天去学校图书馆 晚上去夜市摆摊 没有什么冲突 叶末每天去宁海大学 都是跑步去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锻炼他的云影步 现在他修炼也无法取得进展 如果连世俗的武艺都不能修炼起来的话 他还真的有一种危机感 不过好在这里 他没有感受到 落约大陆那种打打杀杀的危机 这让他安心不少 开学已经是第二个星期了 叶末虽然还没有将夜市的行医小摊摆好 但是他已经感觉到了云影步的巨大进步 看样子每天早出晚归 夹起来将近七十里的鹿 对他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这天早上 叶末起来的稍稍晚了点 比平时多睡了一个小时 等他跑到宁海大学的时候 已经是七点多了 再去校外的小吃店 弄了一碗豆浆 几个包子 吃完了已经是快八点了 大哥 你要买一朵花吗 小吃店外面一个手持一把鲜花的小女孩 有些紧张和畏缩地来的叶末的面前问道 叶末看着这名单薄的小女孩 九月底的天气 这几天早上还有些凉意 这小姑娘这么早就出来 卖玫瑰花 看来她家里应该有些困难 叶末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也是一个流浪 一直到九岁的时候 才被一名老道带到师父的门派 不过才一年时间不到老道就死了 老道死了后 他就跟在师父落影后面 生活才彻底地好转起来 你怎么不上学 叶末心说 这个时候正是上课的时候吧 这里是九年制义务教育 这小姑娘不应该不上学吧 今天是星期六 我帮姐姐出来卖花的 小姑娘回答的声音很细 但是叶末还是听出了她的心虚 不过叶末也管不了这么多 只能问道 好 我买点 多少钱一朵 她心里却在想 没想到今天居然是星期六了 她每天跑来跑去 都忘了时间了 五块 如果多的话就三块 小姑娘听说叶末要买花 声音立即就变得有些清脆起来 很明显叶末的话带动了她的信心 好吧 你手里的花我都要了 给你钱 叶末看了看小姑娘手里的玫瑰 估计有二十朵的样子 拿出一百块钱递给小姑娘 接过小姑娘手里的花 转身就走 大哥哥 我还要找你钱 小姑娘一看是一张一百的 如果一起要的话 她最多收三块钱一朵 而且就是五块一朵 也可以还价的 不用了 送女朋友的花不能打折 再见 叶末拿起花 已经消失在宁海大学的校门口 如果是在放学的时候 这些花叶末说不定带回去丢给许葳了 不过现在是在学校里面 看样子 她只能找一个垃圾桶丢了 咦 刚才那个买花的人 是不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叶末啊 她居然有女朋友了 说的话还蛮有哲理的呢 送女朋友的花不能打折 谁这么大的胆子 居然敢当她的女朋友 校门口两名女生 看见了叶末拿着玫瑰花 走进了学校 有一名认识叶末的女生 奇怪地问道 她就是叶末 另外一名女生 也有点惊奇地问道 不过她绝对比刚才说话的那名女生 漂亮太多了 很明显 她问话的意思是 听说过叶末这个人 但是却不认识她 苏梅 你是宁海大学第一校花 你当然不知道她的悲惨事件 我却知道这个人 据说就是一个悲剧 我们追上去 看看她的女朋友是谁 另外一名女生 嘻嘻一笑 言之 可是我却感觉 她不是为女朋友买的 而是因为那名小女孩买的 叫苏梅的女生 却皱着眉头说道 小梅 正要去找你 没想到居然在校门口遇见你 今天我看你很空闲 我请你吃个饭 你不会说 没有时间吗 燕姿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一个声音已经及时传道 一辆宝马七系的车 稳稳地停在校门口 从车上出来的 是一个长得不错 但是皮肤 有些不健康白色的青年 见到苏梅是一脸的开心 是郑文乔耶 明大的第一公子哥 梅梅 你真有魅力 第一校花和第一公子哥 真羡慕你 燕姿一脸羡慕地看着苏梅 她那种眼神 就是要自己是苏梅就好了 苏梅脸色一沉 立即就回头看了看 这年轻的公子哥 有些抱歉地说道 不好意思 我男朋友已经来了 说完苏梅快跑几步 来到叶末的旁边 伸手挽起叶末的胳膊 却以一种极其温柔的语气说道 莫子 你怎么才来 我都等你好久了 这花是买给我的吗 真漂亮啊 叶末莫名其妙地 被一名不认识的漂亮美女 挽住胳膊 还将自己手里的花 拿起说是送给她的 心说 自己什么时候 有这种漂亮美女朋友了 她自己怎么不知道 不过 叶末看见不远处 刚从宝马车上下来 脸色阴沉可怕的郑文桥 就知道自己 又被当挡箭牌了 看看抱着自己 笑颜如花的美女 叶末心里一声冷哼 一种厌恶 又由心底生起 这个女人自以为自己 长得漂亮些 就如此 不将别人放在眼里 对她来说 只是拿自己 当一个挡箭牌的简单事情 事情过后 她拍拍屁股走人 而那一团臭屎 却留给自己 好像她拿她叶末 当挡箭牌 是叶末的荣幸 这种自以为是的女人 自我感觉 似乎太过良好了点 第十章 真心想请你吃饭 一看这个脸色 苍白青年的眼神 就知道 她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 虽然她叶末不拘任何人 但是这样无缘无故地被算计 她心里很是不舒服 而且这是她 换着原来的那个叶末的话 事后吃的亏 绝对是相当严重 这苍白脸色的青年 一看就不是一个好东西 事后要是会放过她叶末 那她在修真界 十几年就白混了 目无表情地盯了 身边的美貌女孩一眼 叶末没有说话 虽然她很反感 这个女生不负责任的动作 丝毫不考虑这个动作 给别人带来的后果 但是她同样不喜欢 这个苍白脸色青年的死鱼眼 如果这家伙 敢事后找她的麻烦 她不介意让她记一辈子 朋友 不错呀 居然连宁大的苏梅 也对你另眼相看 认识一下吧 我叫郑文桥 看你很面熟的样子 应该是个熟人吧 郑文桥走到叶末的前面 淡淡地说道 眼里的不屑和狠毒一闪而过 甚至还冒出一些怜悯的光芒 似乎看见了 叶末跪地求饶的样子 滚 叶末丝毫不甩郑文桥 以她修真界打伸打死的经历 只要看看郑文桥的目光 就知道她在想什么了 如果真的惹急了她 自有留业处 虽然她也明白 这里是个法治社会 杀人都是被后来 明目张胆的杀人 还是很严重的 但是一些原本的秉性 不是说改就改掉的 她一个修真者 就是在深山老林 也是一样过 你 好 你有种 叶末准备郑文桥一旦动手 就先教训她一顿的 没想到郑文桥 居然只是说了几个字 一脸阴沉地转身就走 叶末明白 这郑文桥 应该看见她身形健壮 怕吃亏就不敢动手 这估计是去叫人了 不过她根本不放在眼里 叶末 你 你知道她是谁吗 苏美也没想到 这个叶末居然如此彪悍 连宁大第一公子 都不放在眼里 郑文桥的父亲 可是宁海的副市长 而且她母亲的秋氏实业 也是中国百强企业之一啊 按说 宁大应该没有人不知道的 这样的一个公子哥 居然被叶末当面说滚 这叶末脑子果然有些问题 不过她的行为 自己很喜欢 苏美很快就反应过来 心里确确是佩服叶末 她帮自己赶走了一个苍蝇 而且是她非常讨厌的一个苍蝇 立即笑盈盈地说道 叶末 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 没想到你连郑文桥都敢骂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怎么样 我请客 一起去吃个饭吧 苏美说出这个话 在她认为来 应该是天大的面子了 还有什么人可以让她苏美请客的 想请她的人 已经排队排出宁海了 她的想法里 叶末应该惊喜地答应自己 然后受惊若宠地 跟在她的后面 不断地感谢她的请客 可是再次让她大出意料的是 叶末居然有些厌恶地看了她一眼 甚至连一个回答都没有 转身就进入了图书馆 似乎她就是一团空气 将呆如木鸡的苏美 晾在了外面 一直到叶末走进了图书馆好久 苏美这才反应了过来 这家伙居然如此作态 她苏美什么时候受过如此冷遇的 更何况是自己请她吃饭 被一个如此垃圾的人无视 她心里感觉 就像吃了一个苍蝇一般的难受 脸色红一阵白一阵 不行 不管怎么样 这个面子不能丢 我就不相信 我请不动你 想到这里 苏美也走进了图书馆 虽然是周六 但是宁大图书馆里面的人却很多 空余的座位却没有了 苏美一来 图书馆就看见了夜幕 她站在一排医药书籍的架子前面 手里正翻看着一本书 苏美一声冷笑 还装学医来着 连个座位都弄不到 心里有些鄙视这家伙 不过苏美一走进图书馆 立即就有几个帅哥争相让位 能让苏美坐在身边 是一种荣幸 宁大第一美女啊 别人近来没有座位 但是苏美却可以选择座位 她选择了一个 正好可以看得见夜幕的地方坐下来 只是一个微笑 就让让位的帅哥晕了半天 苏美随便拿起一本书 实际上是盯着夜幕 在她看来 夜幕近来完全是为了装 绝对不会坚持半个小时 就会离开 可是让苏美没有想到的是 几个半个小时过去了 夜幕丝毫没有想离开的意思 也没有丝毫 想要找个座位坐一下的意思 她看书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就站在那一排医药书架旁边 一个小时基本上要换三到四本书 而且苏美看得很清楚 她每本书都看得很快 但都是从头到尾 一张也不漏过 不过翻书的速度简直太快了 装 你就装 这种翻书速度 不要说看内容 还要去理解 就是看个标题都有些够呛 夜幕已经沉浸在了这里的医学著作当中 宁海大学的医学院 还是比较有名的 所以这里的医学书也比较齐全 但是让夜幕失望的是 虽然也有些新颖的地方 却都没有超出一个框架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都是一样 不过尽管是这样 她还是记忆住了看过的每一个内容 她本来记忆就相当强悍 而且现在已经是炼气一层了 已经有些许的神识 所以她看起这些书来基本上没有花费多少时间 这些东西和她修炼的功法内容比起来 相差得太远太远 如果她是注机器的话 她可以用五个小时 看完整个医学的所有书架 如果她已经是结单期的话 她三个小时可以看完整个图书馆 如果要是她已经是原因了 她甚至都不用进入图书馆 神识稍稍扫一下 这里的东西就无所遁形 书籍毕竟是书籍 和预解的内容相差得太远 可是原因期怎么可能 就是前世 她也不过是个助机修士而已 苏梅却越等越新交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她居然还在看 连午饭都没有去吃 她因为要盯着它 只能饿着肚子等着 她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一定要让她听自己的 去吃一顿饭 但是她拒绝自己 她心里就是很不舒服 正当苏梅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叶末终于放下了手里的书 走出图书馆 苏梅见状 立刻就跟了出去 你还有什么事 叶末的声音很冷 很明显 她一直知道苏梅跟着她 啊 苏梅被叶末突然地问话证了一下 不过立即就反应了过来 连忙说道 是这样的 因为你上午帮了我 我是真心想请你吃顿饭 我不想欠你的一个人情 不然我会狠 叶末冷冷地盯了苏梅一眼 心里暗叹 只有这种自以为公主一般的女人 才会优越的有些自以为是吧 她根本就不会去想 自己的动作给别人带来的后果 只是考虑到自己的那点优越感 我该回答你了